喂 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一場議程 大家早起辛苦了 那我是Eason 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ToneSplitter 一個結合Telegram與區塊鏈支付的記帳好工具 那希望你聽完之後也可以想來用用看 好 那我先來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師大學習科學剛畢業的一個同學 那我要去美國的CMU讀博士 對 事實上我的飛機在三小時以後要起飛 不對 四小時以後要起飛 所以我講完之後就要去趕飛機了 對 謝謝 那我最近在寫那個區塊鏈的智能合約寫蠻多的 那我的研究開發興趣主要是在AI跟教育 還有區塊鏈的研究 那ToneSplitter是一個跟EnjoyLab一起開發的工具 那我們常常一起出國比黑客鬆 對 那也要特別感謝ToneSplitter的超級PM Ray 他就坐在後面 那謝謝他 由他才有ToneSplitter 好 那我今天會先來講我做的動機 然後還有他是怎麼做的 然後再來解析他的功能 還有我用他去參加黑客鬆得到獎金的心得 好 那就開始吧 對 大家應該都有旅行過吧 對 像我其實昨天我還在日本參加另外一個黑客鬆的demo day 那等一下稍微提到 我是半夜一點多才飛到台灣 然後現在就衝過來講這樣 對 然後等等又要飛去美國了 對 所以常常出國 那ToneSplitter是一個可以解決你出國問題的好工具 就是像我常常跟朋友一起出國 那我們出國的時候就會一起去吃美食 然後呢順便遠距工作一下 那吃美食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要幫別人付錢 可能店家不給你拆帳 或者是如果每個人都要刷卡 就等太久了 大家沒那個時間 對 那這就會發生說 欸 吃東西 這餐我出 那這個搭計程車 欸 車錢我先幫你電 然後呢要訂住宿 那欸 我先幫你買了 對 那久了之後你就會發現 你的錢包沒錢了 對 那如果要跟大家去記帳說 誰欠誰多少錢 那其實是一個很煩惱的問題 因為我這邊播個影片 我不知道有沒有聲音 對 那就像這個影片顯示的一樣 就是常常這樣出去玩 大家欠來欠去之後 其實就會覺得說 欸 別人欠自己很多錢 但是又不清楚說到底 那個自己欠別人多少錢 那其實可能算一算就抵銷啦 然後呢 就也沒有這麼複雜 對 但是如果實際上 要去計算是一個 心很累的工作 對 我們那時候負責算錢的朋友 就累到有點崩潰 對 那我們之後呢 就開始來想辦法說 要怎麼樣去解決這個記帳的問題 而就想到說 其實我們大家都用Telegram 就直接在上面討論那個旅遊的情況了 對 那為什麼不直接在上面去記帳呢 對 然後 因為大家都是在做區塊鏈 去比區塊鏈黑客松 想說 那為什麼不直接用區塊鏈結算就好了呢 對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TownSplitter 使用Telegram與區塊鏈支付的記帳工具 好 接下來呢 我要來分享說 TownSplitter的功能 對 那TownSplitter它有幾個功能 就是首先你可以去記帳 就輸入指令PayFor Sure跟Shut 就可以去計算說 欸 誰給你多少錢這樣 那你就寫PayFor 100 Ishen跟Eshen 那就代表說 我幫這兩個人付了100元 所以總共100 他們分別付50塊 好 然後呢 你可以去做結算 就是State會可以顯示當前的狀態說 欸 誰欠誰多少錢 然後呢 大概相當於區塊鏈上多少錢 那Splitter的話就是會去做結算 那結算的話 它就會寫說 喔 那你要給多少 然後就會提供一個按鈕 讓你可以按下去之後 打開錢包去做付款 好 這個按鈕按下去就會是一個超連結 那因為這個 Chatbot是在Telegram上 那Telegram它 如果你有研究的話 你會知道說 Telegram有推了一個區塊鏈 叫做Town Network的Open Network 然後呢 就有遇到一些法律上的爭議 所以又跟它分開 但其實又藕斷絲連的 所以其實就是 Telegram跟Town這個區塊鏈的支援度特別好 所以我們用它來當錢包 那這個打開之後呢 就會 有一個超連結可以連到Town的錢包上 好 那這邊就會去做支付 對 那你會注意到說 這邊有一個隨機碼 那這個隨機碼就是在到時候支付的時候 它會去檢查說 欸 有沒有一個這樣子的隨機碼的交易 出現在區塊鏈上 那如果有的話 我們的聊天機器人 會再去即時的更新 像這個是支付前的狀態 那當它支付完成以後 就會把它打勾 然後呢這個連結點下去之後呢 就會連到它的支付的那個資料上 那於是同時 TownSplitter也有一個前端的頁面 可以展示說歷史上誰欠誰多少錢 那這個是因為什麼樣的交易 對 那比方這個是 我幫他們付了一些錢 然後他就會說我加了100 他減了100元 對 然後TownSplitter它主要的用途是要出國用 所以我們也支援各種常用的貨幣 你可以透過指令set currency來做 就是這樣子的確認 對 那像是我可以說我要設成TWD 那他就可以給你選按鈕按下去之後就可以完成設定 好 那讓我們來實際的demo一下TownSplitter 看一下這個畫面要怎麼分享 喂 這個有聲音嗎 這支要怎麼開 謝謝 有了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 來到這邊 Sorry 解析度上有點小 我開大一點 好 那這是一個聊天的狀態 我先把前一輪的去做settle 好 那就可以把上一輪的交易去做結算 好 那假設說我現在跟Ray出去玩 那我就可以 然後我幫他出了便當錢 那便當總共兩個便當是200塊 那我就可以說我跟他share了便當200元 然後Ray 那他就會計算說我幫Ray付了100元的便當錢 然後之後呢如果就是Ray看到了一個很好喝的飲料 他想要買這個飲料但他沒有帶錢 那就可以 就是我就可以幫他出pay for 那個飲料假設100元很頂的飲料 好 那就再幫他出了100 對 那在這個情況下他就欠了我200 好 那我這時候我又幫我另外一個朋友 付了 幫justa付了100元 那他也可以寄上去 那他就會即時的計算說 那我總共幫他們付了多少錢 所以他們還要再給我多少錢 然後呢這個錢相當於在區塊鏈上的多少錢 對 那在這邊我們是用tom去做結算 那如果你用其他貨幣去看的話 他就會去計算他的匯率 然後他會即時的顯示給你看說 現在的匯率是多少 好 那就可以去settle 去做結算 那結算之後這邊就會有個按鈕 那你按下去之後就可以打開那個 你在區塊鏈上的錢包 然後呢去付款到我的帳號上 這是那個tom splitter的功能 好 然後與此同時你也可以去打開前端 在前端上你就可以看到 目前這個回合大家 誰幫誰付了多少錢 對 好 那我們回到頭影片 好 那我們來簡單講一下 他是怎麼始作出來的 那這個程式碼是開源 所以如果你以後想要做一個類似的chatbot 也可以來做參考 我們是用Fast API加上MongoDB作為後端 然後用每個聊天室為單位去做指令上的記帳 然後同時我們記帳上 還記得剛剛那個影片嗎 三個人欠彼此100元 然後呢其實他們是完全互不相欠的 那我們就有套用了一個演算法 可以去最小化這個轉帳次數 對 那比方說 就是Alice欠Bob100元 Bob又欠Chris100元 然後Chris又欠Alice100元 那他去結算的時候呢就會顯示說 沒有人欠任何人欠 那讓你在記帳上會比較方便 那如果有個例子 如果Alice欠Bob100 然後Bob又欠Chris100 那相當於Alice變相的欠Chris100 如果把Bob抵消掉的話 那Chris又欠了Alice500元 那這樣子在結算上演算法就會說 那Alice Chris還要再給Alice400元的那個費用 對 那這樣子的話 他的轉帳次數會是最小的 那因為在區塊鏈上交易 還是要一些手續費 對 那當然在TOM帳 他的手續費是比較便宜的 就是剛剛那樣轉一轉 可能新台幣一塊不到 那如果用銀行去轉 可能要15塊的手續費 比較麻煩這樣 所以就是小潔就是TOMSplitter 是一個很好用的小工具 那你歡迎可以來使用 那如果有問題可以隨時私訊我反應 或者是去Github上發PR發issue 對 好 那接下來我再來分享一下說 TOMSplitter參加區塊鏈的黑客送 對 因為TOMSplitter呢 嗯 我的畫面呢 我的滑鼠 哎呀 好 就是TOMSplitter參加了TOM的黑客送 然後呢之後就有拿到大概1500U左右的獎金這樣 對 然後我自己也有寫Chatboard去參加其他的黑客送 像我昨天去那個Move的黑客送 在做一個小工具叫InstaSuite拿到1000U 所以我簡單來分享一下說 用Chatboard參加黑客送的一些小心得 對 那在參加黑客送很重要就是你要去選擇說 你要解決什麼樣產品上的問題 對 那你要去看說 那這個問題你沒有辦法使用就是聊天機器人去做解決 那如果可以的話 那你是不是就是開發聊天機器人的速度 會比你開發用其他解決方法還要快 因為黑客送很重視說你要做一個Prototype 然後呢要把這個成果迅速的做出來 讓評審知道說 你這個想法是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它會怎麼樣被使用 對 像我自己 我前端很爛 對 我前端都是靠瑞 還有其他人去寫的 那所以我自己寫Chatboard很快 因為我後端很強 但是前端我很遜 我CSS就像這隻皮卡丘一樣 臉都歪掉了 但我不知道怎麼把它置中這樣 對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我就會選擇用Chatboard去寫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 然後呢展示給評審來看 對 那這個時候就要去想說 你的idea它是在Chatboard能解決的呢 還是web能解決的呢 還是它是在Chatboard跟web都可以解決的呢 對 那這三個 這個它其實都有重疊都有獨立 然後就可以去看說 那你的idea落在哪裡 那如果它是落在Chatboard或Chatboard跟web都可以解決 那你就可以試著用聊天機器人來做解決 那如果遇到一些沒辦法解決的情況 那也可以再試著使用web 像我剛剛在那個Status的頁面 它會打開一個超連結 用這樣子的情況去補正這個 就是聊天機器人的一些限制 對 那就是挑你開發快的做 就是像TownSplitter這些工具 它其實可以完全用web來做 那當然使用者可能會覺得 流程不一樣 但它也可以做 但是像我自己就覺得說 Chatboard真的很方便這樣 好 那時間上也差不多了 對 那我來分享一下那個 評審對於像這樣子的應用的看法 對 像我昨天也做另外一個叫InstaSuite的產品 那它是你用你傳圖片過去 那它就可以輕鬆的幫你 mint一個NFT 在Suite的區塊鏈上這樣 那希望說可以幫使用者省掉很多麻煩的步驟 對 那像這樣子的應用評審就很喜歡 或者像TownSplitter他可以幫助使用者說省掉很多的就是操作 因為它可以去用錢包紀錄 綁定每個使用者的帳號 的聊天室帳號 然後去做記帳 那像這樣子的話 評審就會覺得說 使用者可以立即的去使用 只要他有裝Telegram 或者他有裝Line 他就可以馬上使用 那他不需要去另外打開一個網址啊 登入啊 或者是 就做一些麻煩的步驟 對 那壞事就是Chatboard它只有手機版 所以你如果需要讓使用者輸入比較長的資料 那他可能就會不適合 那可能可以像用連結連出去的方式之類的來解決這個限制 對 然後同時Chatboard它的UI功能上有它的限制 所以只能做比較簡單的功能 沒辦法做太複雜的情況 對 但Chatboard對我來說最大好處就是 它開發速度真的很快 所以我如果下次參加黑客松 還是會選擇寫個Chatboard 好 那我的演講差不多就先到這邊 然後那個偷偷的工商一下 等一下就今天下午可能會有個閃電秀 然後呢瑞會來講GP Tutor 那如果妳有就是有在的話 希望他可以錄取閃電秀這樣 然後歡迎來聽 它是我寫的另外一個小工具 可以用AI來幫妳開發 然後會大幅的節省妳開發的時間 好 那就先到這邊 有什麼樣的問題嗎 請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像那種 比較金額比較小的運動 那Gas fee上會不會花的比 就是妳原本要轉帳的金額 對 好問題就是如果Gas fee它比較高的話 會不會讓妳轉帳的錢大於Gas fee 那在 就是妳要選對區塊鏈 像如果妳要在以太方上去做這樣的轉帳 那大概Gas fee就會超過妳要轉的錢這樣 對 那如果說就是地價節點會不會比較好 如果自己價節點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那 不會 那我先講完 就是那妳要選就是比較省的區塊鏈 就是 像TOM啊 或者是像Suite 就有一些新的區塊鏈 它有做了 幣形化的優化 所以妳 它可以很分片然後呢 去處理更多的交易 所以妳不需要很高的手續費來取得 來讓妳的交易被礦工確認 對 那至於在區塊鏈自己價節點能不能省下手續費 是不行的 除非妳的節點 足夠強大到可以 就是出區塊 妳可以確保說 喔妳接下來一定可以發出一個區塊 那也許妳可以把妳的交易包含在裡面 但這其實操作起來蠻麻煩的 對 那如果你自己不是礦工 妳自己沒辦法升區塊 那妳如果自己價節點是沒辦法省錢的 你那個小工具是每次都會做區塊鏈轉帳 還是累積一段時間才會做轉帳 還有那個匯率是什麼時間裡面計算 好 那我這個小工具呢 它是在 就是我們每次付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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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我們像我們上次去日本 我們可能積了一個禮拜的帳 然後呢就會累積這麼多比交易 大家都要轉 誰要轉給誰誰要轉給誰 對那這些資料呢 我們在最後回到台灣之後呢 再打斜線 settle 然後呢就可以把當前輪的所有交易 記下來 對就像我剛剛有demo的 欸 欸 好 就像我剛剛有demo的那個畫面一樣 就是妳 我可能附了三次 然後呢 在這之後呢 我再打了個 settle的指令 那它在顯示說 喔 那個 Rate總共要給我兩百塊 分別是兩次一百塊 這樣 然後 justa它也要給我一百塊 就它會把它全部都算清之後 才會再做 結算 那會不會有朋友 故意等到匯率比較好的時候才賺 然後這樣妳就給錢 他們就沒有匯率 我應該沒有這種朋友吧 欸 沒有啦就是 就是 在區塊鏈它的缺點 確實就是它的那個 匯率變動比較大 就像有人說 你可能去買一杯咖啡 然後呢 如果用比特幣付款 你可能 等咖啡做好 跟在點餐之前 那個錢可能就差了好幾杯咖啡的錢了這樣 那就是 就是出來玩 不要計較這麼多 對 大家 開心就好 對 那另外如果是像這種 TOM之類 在短期它的 幅度不會變動太大 對 除非今天FTX突然倒掉 之類的情況 那可能錢會突然 變很大 不然現在幣價相對是比較穩定的 但是還有問題想要問的嘛 如果沒有啦 對長分享就到這 我們謝謝醫生 為我們帶來精采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